来 裤子两个设议很容易选卡其和黑 全新的面料 全新的款式 直筒裤管的西装裤 上班必备的款式 为什么直筒裤管很多裤子的代表 我们也很努力在做这 为什么呢 因为直筒裤管加上这样子中高 穿了整体真的是拉长你脚的比例 整体穿起来是非常显瘦和高的 非常显瘦和高 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 裤子我身上穿的是卡其 然后另外一个色就是黑色 近看它的款式 面料是全新的面料 这个跟我们以往那个棉井的西装布面料是不一样的 这个面料会来的更容易烫 然后比较抗皱 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 可能看卡其色会比较明显 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 一个cross这样子的款式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有上往下啦 后面口袋是夹下 方向内的口袋是在左右两侧 它前面啊 它在右边是这样 这样子 7 它这边呢 右边是这样子有破一条直线啊 左边是没有啊 因为它这边左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 然后右边是这样子 它这边腰间这边是这样子破线下来 这样子啊 做后面拉链还有一个好处啊 非常遮度呢 为什么呢 它这边前面是这样子平的 OK 后面拉链由上往下啦 直红裤网 然后感觉 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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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看 这里的感觉好像你定做的一个款式 所以说明件裤子我是穿在M 我穿在M 裤子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空间 因为我的腰是718 锁腰锁 锁腰 锁腰 我记忆是717 如果你的腰跟我的腰是78 可以啊 前提就是完全没有拉链的空间 然后是比较锁腰 对 如果我滞留我还是会带走M size 所以说 跟我的Size 下单 OK 你选择带走M 整体穿起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然后身高160穿起来就是full end的长度 所以说它在后面 它在肚子看得很平啊 所以说 我很喜欢这样子 的裁剪就是它有一种是量身定做的感觉 那么呢 这个裁剪就是说 跟着我们顾客取哪个裁剪来定制的 所以说 你跟我的Size 下单 OK 选择M就好了 数量也不多 每个时候大概 有些Size 3到6件就没有了 我是穿着M 能接受腰这边是证明 我穿腰就是没有空间了 身位会高一点点 增高 然后就没有空间 不会不舒服啦 OK 当然你说你完全不能接的时候会比较贴热 你就需要拿到一个M OK 我现在是穿着M 176一定要穿M了 176是穿不到S 塞不到S 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 它的小细节 它是下午 对去没有 必须带走M 必须带走M OK 腰间这边 它就是这样子一个 cross这样子的款式 在这边一个cross这样子的款式 然后这边破线 然后像还讲的 它破线 它的压线 它在这边 左右边是这样子有破线的 左边是没有啊 后面拉链有上往下了 整体裁剪了 来 请大家带我们去往后面看一下 来 后面是这样子的 对啊 它拉链是在后面 所以它的后面 也不会有很多面料 所以它基本上这个的裁剪 然后是否那些啊 不喜欢穿贴身的 不喜欢穿窄裤脚的 这个啊 真的很逼买 真的是逼买 上班想要找这样子统裤子的 真的 求求 带走两个设 这个一样哈 你自己带走两个设吧 因为很多顾客都还在找这个拆解 我们真正等了 最少三到五个月有玩 不算 很久很久就对了哈 它的面料是全新的面料 不是那种我们惯用的那个棉井 这个是新的面料厂家 第一次用了这个新的面料 来做这样子的西装裤 尺寸的助理一样啊 这件裤子穿M-Side 修好了 是的 前提四你要接受 要比较贴身 没有问题哈 长度是属于长裤的那个长度 OK 我是穿着S 有口袋 OK 它是属于直筒裤管 就对了 卡其色 有你的尺码 两个是带走不会错 因为这一件这样子的款式 你去外面买啊 最便宜要159 有一些甚至去到199 有一个叫G牌子的 要到399 499 现在只是82 最小的码 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L 很显瘦是因为它属于中高腰 加上它是直筒裤管整体 直筒裤管这样子的裤子 它就是要长的才好看 就是要这样子长 如果你身高较小玲珑的那些 你需要去改管啊 我们搞这个School啊 你自己需要去改管 就好像男生买裤子 基本上都是 裤脚都没有车 要他去改 要他这种裤子的裁剪就是这样子的 要的话赶快直播下单啊 不要Inbox下单 Inbox下单是没有保留先的 我先帮我看一下 这个人那里肯定是被抢完啦 因为数量太少了 这个 可能你的两个是M size Solary 还有就是Made 你们的是黑色S 黑色S有的 比如说上班 找着上班的裤子啊 这个两个是带走的 因为你带走两件都没有超过200块 这些你去外面这些大牌子 不要讲大牌子 有一点 就是要有一点点的品牌的话 一一件可能说159 169是很很普通的价钱 所以现在82一件 两件才164 真的你直接带走两件 把你上班有需要到的话 给我有上班 我一定有 对啦 因为他传起来是那种职场风的款式啊 也最主要是说 我们真的等了很久很久啊 真的要用很多个很久 才有一个这样子的款式 X2好了 一样拿两个是X2收了 学习有上班的话 你们就直接带走两个色吧 所以刚才 谁有上班 谁买了那件上衣的话 你可以称这条裤子 一定称得到 对啊 如果你不想穿没有袖 想要遮多一点的 带回把我们这件上衣一起带走 一样是称搭得到的 OK 所以在我家买的东西 就是我跟你搭 你跟着买 你不晓得怎么称 你就这样子跟着一套 卖奥奥米那个星期的话 你就不用换那么大衣服 因为每天走路有风 好 对 这个重点走路有风啊 我跟你讲 你看啊 基本上为什么我还要换上衣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Loyal Blue 配搭黑色非常好看 黑配白一定 黑配白一定是配搭得到 可是我就是偏偏要换这个Loyal Blue 那你看一下不一样的风 不同的感觉 对啊 我换了黑色西装裤 直筒裤管99 我说爸我们做了这样久啊 四个款式 应该是五个 五个上衣服 我还记得是什么款啊 我连cord都很记得 就是已经是少了很少很少就对了 要找直筒裤管的 这个款式必带走 这一期必带走 也没有太多选择 就是裤子的经典颜色 卡和黑 尺寸的助理要穿M size就好了 我是穿着S 有口袋 没有太 它没有太多花岔的小细节 可是就是 简单的来 就是添加了一点点这边 它算是有款啊 它加了这个 然后这边破开 还有一个线啊 就是说 比起那些传统的西装裤 它是有点小 对啊 有点款式的哈 有点款式 它破开线呢 只是在左 右边啊 左边是没有啊 不是瑕疵来的 它的款式来的 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和往下啦 所以上班要找直筒 不管的西装裤 这一届 这一期必带走 我变不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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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啊 OK 随行的下单的赶快啊 要加单的 请回来直播间这边下单啊 不要Inbox下单 中高腰很显瘦 我们要看啊 如果根据尺寸这个款式 就是maximum啊 多个2cm 可以 如果说你根据尺寸 多个4cm的话 就要拿大 不可以拿小 可是它keep36 应该可以 我不清楚啊 因为我没有尺寸 总之说根据尺寸 maximum 我们就多个2cm 可以再多的话 你就要拿大 不可以拿小啊 然后这个面料是非常 比较抗皱的那一个面料 有垂直感的来 然后它比较抗皱 要找裤子的这一期啊 必带走的款式 直筒库管的 这个款式是必带走 还有就是 后面拉链的好处就是 它前面会很服贴 对 非常包肚男 不会显肉肉 你的肚子是很平的感觉 因为拉链在前面 你会觉得翘起来 对啦 OK 这个后面拉链在后面的话 好处的就是前面肚子 这个部分 它会服贴到很 度男这个部分 会很平 所以很显瘦 还没有下单 要加单的赶快 两个摄影 卡其和黑 OK 没有的话 我就要介绍我身上的 36是91cm而已啊 36硬是91cm X就可以了 OK 这个X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说下围是90 36啊 只是91点 肯定是有问题 因为主播穿完臀部有空间 有 因为我的hip是90 对 主播穿就是有空间 是没有问题啊 你带走X就好了 这样子 来 没有的话就介绍上衣啊 谁还要加单 裤子的 赶快赶快 上衣 好 好